大家好,这里是奢侈杜迪 郭敬明因为综艺节目《演员勤就位》 又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引来网络一片骂声 骂他的人认为 喜欢郭敬明是一件可耻的事 郭敬明为什么如此招人讨厌 其实他的地位一直很尴尬 他出身的草根阶层觉得他装逼 而平日里接触的成功人士觉得他俗气 怎么评价郭敬明 他是个作家 作品曾抚摸 并撩拨了许多迷惘的青少年 但他更是一个有经济头脑的文字再创造者 一个有些写作才能的商人 《善传》改成幻城 《圈里圈外》改成《梦里花落》之多少 到后来的小时代都很叫作 至于叫不叫好那就见仁见智 但他不在乎 一直被人批评剽写抄袭和浮夸拜金 外界质疑声越大 他写得越来近 因为写作对于他来说 就是赚钱和逆袭的工具 今天我们不讨论他的那些超级作品是怎么活起来的 也不讨论他的商业模式 就聊他备受争议的标签 名牌奴隶和这背后的缘由 娱乐圈中喜欢炫富的明星 郭敬明绝对top one 他并不在意他人对他的非议 依然毫不掩饰地炫富 我行我素 面对别人的质疑 他总表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感觉 容易把所有问题都归咎到别人身上 郭敬明把有钱就是任性这句话 发挥得淋漓尽致 也把炫富变得理所应当 2011年郭敬明是中国作家富豪榜的第一名 2012年 莫言得到中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 同年郭敬明进入电影行业 开始筹备作品《小时代》 当时莫言的版权收入是2150万 这还不到郭敬明电影票房的一个零头 莫言曾说 如果依靠写作去买房子 真的是很难的事 靠写作过上郭敬明的生活 全国估计也就只有郭敬明了 这话从莫言口里说出来 真让人唏嘘 郭敬明虽然备受争议 但以巨大的市场影响力 他成为年轻耀眼的富一代 他的生活有多奢侈呢 郭敬明发布过一条自己在横店 见到流浪狗的微博并配图 重点就在图片上 狗狗踩着的是豪气的爱马仕地毯 坐着的沙发是名贵的分底 人不如狗啊 此外 他以前还在微博上晒过家里的浴缸 游泳池大小 微博上的直升机 豪华车 豪宅 高档家具和各种东西 可以说是世界上炫耀财富的所有配置 他也很喜欢将奢侈品晒出来 甚至给美金物品做了批注 在一些电视采访中 郭敬明谈到炫耀自己的财富 他说 钱是一个接一个写出来的 是一部接一部电影赚来的 没什么好隐瞒的 当我花掉它时 我感到很自在 我一点都不觉得 我今天怎么花钱 怎么那个 你可以来指责我 因为你不了解我的过去 你不了解我的过去 你也不了解我是如何赚到今天的钱 其实我们从小时代到绝技 就可以对他的生活风格 窥见端倪 奢侈 奢侈 还是奢侈 有影评人曾经抨击小时代 他的炫富和堆砌 达到一种病态的境界 其实这句话 用在郭敬明身上更合适 虽然这部电影里没什么特效 但是服装道具是一笔大开销 实际上电影里中 所有的道具都是郭敬明准备的 很多是他的私货 小时代的一众帅哥美女 在拍摄小时代以后 纷纷表示 郭敬明实在太刷新三观了 杨幂就曾直言不讳地说 他家的东西让我觉得我没见过世面 电影里服装非常奢华 陈雪东穿在身上的一件毛衣 价值在八万元以上 一个灯二三十万元 随便一个包几十万元 爱马仕的笔记本若干 数千件 Gucci Fendi 夏奈儿的奢侈品牌服装 以及宾利 法拉利等豪车 其中有一个情节 电影中的公民有各式各样的杯子 林霄不小心将公民的喜忠一只杯子打碎 只好去买一个同样的 钱不够的林霄向简西球员 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天价杯子 这个杯子标价2200元 而这些电影中出现的杯子 都是郭敬明的私货 他的兴趣爱好与公民一样收集杯子 喝不同的水要用不同的杯子 常常让助理拿某某杯子 去倒杯某某水来 更夸张的是 他专门设置了一面墙 来摆放自己的杯子 一个杯柜 电影视频里的豪宅 那个能看到大半个上海夜景的阳台 也让人羡慕 其实这都赶不上郭敬明现实生活中的豪宅 一起来参观一下郭敬明家 究竟能奢侈到什么程度呢 郭敬明最知名的一套房子 在上海静安区武定路上 一套三栋独立洋房 2010年 郭敬明坐车经过这里 青葱树木 古朴街道 郭敬明看中了这个别墅 让助理打听一下多少钱 那别墅曾是汪敬卫 四姨太的私人住宅 地理位置几家 大到可以骑摩托 当时一栋价格在5000万左右 郭敬明听完后点点头 我买三栋 现在一栋做住宅 一栋做公司 另外一栋主要功能是会客 现在总价值高达7个亿 除此之外 在汤城一品 郭敬明也有豪宅 据说 郭敬明在国内外的房产 加起来有十几处 郭敬明曾直言 有时候未放家具 我会买房子 因为作为一个家具控 他经常会从世界各地 讨一些喜欢的回来 以至于越放越多 没地方放怎么办 买套房子来收纳家具 就是这么简单 郭敬明自己很喜欢装修和室内设计 每一套房子都会设定不一样的装修风格 当然 里面的装饰 毫无疑问都是名牌 不是名牌 他都不用 Fundi的地毯 Consol的茶几 Gucci的靠垫 爱马仕的窗帘和壁纸 LV的手提包 Prada的小熊钥匙扣 随便一处小小的配饰 都价值不菲 使用的雨伞是价值5000元的名牌 1500元的笔筒 40万的灯 100万的书桌 随住一把椅子 都是手工教皇背靠椅 郭敬明的朋友感慨 到他家不敢随便走动 生怕一不小心 就踩坏价值百万的地毯 钱多了后 他觉得复古的东西和艺术品 更加有品味 所以家中的每一个墙壁 都挂满了大量 有来头的巨型 中型 小型油画 楼梯服手边上的每个窗台 都摆放名设计师的雕塑作品 郭敬明家中的衣帽间非常大 选用了白色为主要颜色 东西虽然多 但不凌乱 我有很多的艺术 你怎么知道 你的哪一件衣服 在哪一个衣橱里呢 看心情跳到哪一件就 或者那天我在哪个家里面 我就穿那个家里的衣服 你有几个家 几个 就就这样 新护士躺在奢侈品的包围中 唉 他的身材买到奢侈品牌的衣服 也真心不太容易 有没有想到 这么成功的导演间作家 就是站得像小孩子的 很像手机调试 郭敬明家中还有一个露天阳台 空间面积非常大 大到可以很多人一起聚会 夜晚可以在阳台上看夜景 虽然被指责拜金 炫富 品牌努力 但这些对他又有什么影响呢 他并不在意别人的非议 我行我素地进行着奢侈生活 郭敬明的所有炫富 来自于他的自卑 一个从小城镇走到上海 一路扎根的少年 到后来我才知道 其实我爸妈妈当时几乎都没有积蓄 所以说我到后来 我就发愤告诉自己说 我一定要赚更多的钱 我要赚很多很多的钱 我说我一定不要因为钱 而让自己活得那么窝囊 其实自卑 他的小说里时不时隐隐透着 人说缺什么才会炫什么 在一般人眼里 郭敬明绝对算得上成功 庞大的商业帝国 超高的知名度 那他为什么会自卑 小时候 郭敬明的家境不富裕 命运也没有善待他的童年 四岁时 郭敬明被确诊败血症 这个病让童年的郭敬明 几乎没有什么玩伴 或许也为郭敬明 自卑敏感的性格 埋下了种子 虽然没有一副健康的身体 但郭敬明在写作上很有天赋 后来到了上海上大学 郭敬明小说里描述的一样 一座城市可以影响一个人的轨迹 或许对于郭敬明来说 上海就是影响他轨迹的那座城市 始终无法融入上海 使当时的郭敬明 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 郭敬明曾写到过上海 我很恨这个城市 但是我也很爱这个城市 因为它像一座天平 当你有足够的重量 你就可以另另外一边 那些看起来高高在上的巨大砝码 高高的翘起 所以当它有足够的分量的时候 它选择豪杂着做 曾经让它自卑的城市 它说 自己在购买奢侈品的时候 几乎带着一种恨意在买 曾经的贫穷将它击溃 它需要用物质 财富 来打赢那场 事关尊严的战斗 曾经它被钱伤过 后来它用钱找回自尊 像一个讨薪者一样 索要赔偿 它曾经很努力地去争取 自己理想中的成功 但最终仅仅换来了金钱 某种程度上 电影有多奢华 它的人生就有多凄凉 或者说 它的人生有多凄凉 它展示给世界的画面 就有多奢华 对于郭新明的炫富 你怎么看的 欢迎留言 咱们 我们下期待